而是也 每一个汉字皆具有字形 字音 字译三个要素 唐兰 1970 董坤 1993 其字形与字音 字译都有密切的关系 并因此产生许多阅读上的趣味 如汉字的山除了能读出阴语译之外 也能看出一山读高 众山环绕的造型气势 令如弦 是浓忙饭后 在门前阅下聊天 表示清闲之意 现有的汉字中 80%以上的字形是一半表意 一半表音的形身字 孟世凯 1996 许盛所者的 说文解字 一书中收录的9352个中文字里 有7697个字是形身字 陈有寿 1982 每个形身字都包含形符和身符 绝大多数形符和身符都是可以单独存在的字 最早造型身字的时候 身符和形身字的读音是一致的 可是由于语音的作用 作为身符的字的读音与行身字的读音常常发生不同的变化 使得身符不一定能准确地表音 例如江和 江的身符是公 和的身符是可 在古代江公和可的读音是一样的 但今天读来却大不相同 同一个字作为身符 今天在不同的形身字里 有的能准确表音 有的能近似表音 有的则几乎无法表音了 例如同一个土字作为身符 在土 土中是表音的 在度 度中近似表音 在射 造中就完全不能起身符的作用了 董坤1993 汉字是由笔画与部件组成的方块字 每个字占有大致相当的空间 胡志伟 严乃兴 1995 而汉字的形体是方块形 是从整个字来看的 在字形结构上有独体和合体字之分 独体字是由图形发展而成的字 六书中说的像形字和指示字 一般都是独体字 合体字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独体字组合而成的 六书中说的形身字和会议字 一般都是合体字 从商代的甲骨文开始 合体字就占了多数 而且越到后期 其字数就越多 现在所能见到的已有过的汉字中 合体字约占90%以上 合体字的组合形式大致可分为左右组合 上下组合和内外组合三种 孟世凯 1996 在苍结输入法里 基本上是采取区块组合的方式 第一区块取两码 第二区块取两码 最后区块取一码 或者第一区块取两码 第二区块取一码 最后区块取两码 如果只有两个区块 则第一区块取两码 第二区块取三码 所以总共不超过五个码 这种区块组合方式 在苍结输入法术语里 称作自首 自身 次自首 次自身 在组合字里才有 自首 自身 次自首 次自身 若不是组合字就称为连体字 连体字取四码以内 在苍结输入法里 基本上是采取块组合的方式 各块取两码以内 即取一码或两码 汉字笔画再多也是取五码 这是苍结输入法里的省略原则 当然苍结输入法并不如此简单 它还有 完整原则 精简原则 字形特征原则 除此之外还有例外字 例外字有复合字 难字字形 特殊字等三种 由于苍结输入法的规则复杂 所以同码字的几率少 因此在学习上也比其他输入法困难度未高 不过没关系 有一种叫做速成 在DOS时代以添中文系统称为简易输入法 它是苍结输入法的改良简易版 指取苍结码的第一码和最后一码 取码简单了 简化了 但同码字却多了 由于中文汉字笔话多而复杂 所以取码并不是很容易 如果用速成输入法 就会和助音输入法一样有很多的同码字 笔者是以苍结为主 简易为辅的方式来做中文输入的工作 后来为了改善速成输入法同码字太多的问题 就在速成输入法的取码后面加上助音第一码 也就是取苍结第一码 苍结最后一码 加上助音第一码 总共三码以内 以左字为例用速成输入法就有54个同码字 若再加一个助音第一码 却只有四个同码字 为了加速中文输入 不必在三种输入法切换来切换去 统统在自创的同一个输入法内 平常以苍结输入法为主 若要用速成的方式 就在苍结第一码之后加上Z 即苍结最后一码 或是用苍结第一码之后加上Z 苍结最后一码 即助音第一码 举个例子来说 左字可以用一田念手移的苍结方式取码 或是用速成方式ezy1取码 或是ezy1词 脑残的我有时候会忘了该字的字形 就用助音的方式来输入 总之就是想办法把字打出来 不管是用什么方法 然而要打中文的时候标点符号也是不可避免的 为了方便自己的输入操作习惯 脑残的我就把苍结输入法 加Z的速成输入法和加助音第一码的输入法和助音输入法 以及中文标点符号全部合在一个输入法内 不必切换 就成为自创的输入法 所以这个自创输入法就命名为脑残中文输入法 我觉得输入法要改得越简单越好 就是取码规则简单 输入的码数要少 且同码字不能太多 最好还能忠于原位 未改前的原始方法 不仅尊重原创 也可比较出原创的优劣点 为何要以此为改良对象 必有其优点存在 并改善其不足之处 如果该输入法没有优点 就直接会被淘汰 不予采用 就没有改善的必要 若是为了只求输入速度快而硬被一些不合理的 不易计的减码倒不如使用内码输入法 比横线5内码或unicode内码 除此之外 还能简单就可以输入全形的中文标点符号 而不用切换输入法 少计少倍 符合人性的输入法才是比较好的输入法 选字太多 规则太复杂的 需要死倍 死计的都不是符合人性的输入法 即使被封 sever了 也能相抗黑 封面 afterwards 找到 übs 缺 缺 最ями 退 缺